主料,奶酪200克,辅量,鸡蛋5克,辣奶油,砂糖70克,皮筋面粉40克,黄油30克,白醋,黄桃肉,芒果肉,奥利奥饼干60克,糖粉20克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奥利奥60克,把中间的糖粉去掉,把去掉糖的奥利奥,用保鲜袋中挤干碎,40克黄油融化,加入到了打干碎的奥利奥饼, 中搅拌均匀,平板在8寸蛋糕模中压实压平,放在冰箱冷藏,鸡蛋分开蛋白与蛋黄,奶酪软化,隔热水搅拌至无力状,加入淡奶油再次搅拌均匀,再加入融化的黄油搅拌均匀,加入蛋黄,每次搅拌均匀再加另一支,摔入低筋面粉,不规则的搅拌,成蛋黄糊,蛋糕分次加入砂糖,加入几滴白醋打发成9成发, 把蛋白与蛋黄糊混合成蛋糕糊,把蛋糕糊倒在8寸的蛋糕模中震出气体,在盘中加入温水,让高模外包几层吸纸,隔水用160度烤60分钟,出炉冷却即可,蛋奶油加入糖粉打发,用表花嘴挤出花式,中间摆放切片的黄桃肉,黄桃肉上撒适量的芒果肉, 旁边用圆形表花嘴挤出小花点缀,中间加银筑装饰,烹剪技巧,芝士蛋糕刚出炉时比较脆弱,此时不要急于脱模,放冰箱冷藏4个小时以后,再脱模并接快食用,效果最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